好 接著到這套作品 我相信應該會是今季裏面 我們所有主持最強烈推薦的作品 看第一幕已經覺得 有些陽光味重的動畫看 我終於發現 我是正在看一套動畫了 不是啊 我終於發現 我之前看了什麼 垃圾 浪費人生 這套作品當然 我相信就是 大家最大的門鑑位都會在於畫風方面 但我覺得這套劇力和動感 是值得各位 就算不太看開這類畫風的東西 都應該嘗試一下 作畫本身是OK的 畫風可能是比較習慣 但純潤作畫是可以享受到的 接下來要說這一套 就是《漂流無事》 就是平野奸泰的作品 這套劇其實是一個月刊的作品 當然大家都是有點擔心 《有心之年》看不見了 因為他說的速度是用月刊的時間 或是週刊的份量 《有心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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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七年很短 《嘉義巴仲內》又告訴你 《有心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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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Beaaphne》... 《有心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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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比賽》 《你一直於襲擊惡器也被招蹈去世界》 《有心之年》 《 sem turmeric 1%》 但那個迫力是什麼呢 他遵究這個角色 那種是死如歸 那種有錢無效打死霸奏的 那種戰鬥場面 是很大迫力 其實衝擊力是很大的 那個感覺就是 一來就是看到那個用色很沉 還有那些滑的 戰鬥裡面的畫面是 頭破血流色那一種 那一刻已經看到那個戰爭的迫力在那個位置 從作畫上來看的畫面 有血腥有肉碎 然後法規劃掉在一邊 那你會看到 現在畫面不是這樣便宜 或者這樣說是很有戰爭味道的一種打法 只是戰爭味道講求的是一機必殺 不是跟你說是跳完鋪叉叉叉 然後告訴你 高手 20-300個後 平手收場 打下手 如果你說類似 沒有那麼血腥 線條不像 畫風不像 但我想類似的 有這些斬的東西 其實對上來不是斬人 我覺得應該是Cremor 會比較像動畫來說 其他應該都沒有這樣的斬擊效果的東西 Cremor這個例子都比較年代久遠 當然 我覺得Cremor挺好看的 他給了戰爭的味道 或者戰役的味道 就是那種不是一對一 因為一對一的戰鬥 和多人在戰場上的群體戰鬥 是兩樣東西 其實動畫很多時候 尤其是在表現戰爭的類型 其實這一類 其實他會 打一下便會變成1v1 打一下便會變成 奇異那些全部是報警 那些是Bassar Bassar那些是吹起了 少了是沒有機會表演 這也有些1v1的情況 例如他自報名號的時候 那些隊似在那裡 但其實之後就立即一起串燒 這樣打他 之後又說 保護主攻 但是那個位置出得好的 就是在於你的感覺 就是看到首先很突出的角色 就是事死如歸那種 為了主攻 我又要殺一個一個 那種戰場的氣息 和戰爭的真實感也很重要 而且他有分的 你看到的 就算是1v1其實很短 但是他打不過氣 說不如保護我 我現在整筆水片出來了 其實不是他打不過的 是些Bassar那些 慎防主攻會有損傷 那正確 所以就立即護住主攻 因為現在說的戰爭 不是跟你說1v1 現在說的 我在戰術上 或者在這場戰爭中 我是贏家 我不是我的實力高過你 這件事是不重要的 還有補一點歷史位 其實如果你說關元之戰 你說島津峰狗 其實你真的可以說是他 你不可以說他成名 因為其實他打的東西 最出名就是他死衣的位置 而他的對手 就是德川四天王 也是他封地的石數 最高石高的人 所以其實他那場是 這個位置對日本人來說 或者你對日本史有了解 他是一個很普遍的位置 某程度上也是因為這一槍 其實歷史上這一槍不是他開的 但是也是因為這一槍 幾年之後 整個戰爭是死了的 他也有說到 我這麼低等的人 打你這麼高等的好處 我賺才是 就算你不屬歷史 就算你不屬歷史後 這個閘魚打過將軍 打贏了OK 那問題是 應該說他不屬於一個 影響到國家局勢的人 但是他賺 他這樣去 只要打得到我就賺了 即是公子獻頭 差不多了 他就給了一個叫阿紫的角色 看著報紙的阿紫 那裡好像是 上帝的瘋狂 其實那個位置是挺像的 然後被他放逐了這個異世界 然後一開始 在這個異世界裡 就有這個長耳族 其實是Elf 都是精靈族的東西 將他搬去 將這群人 好像是尊狗這群人 其實是被定義為一種 叫做飄流者的角色 在這個世界裡 將他帶去 同樣是飄流者的人 出現的就是 兩個 都是日本歷史的角色 第一個就是大家 異熟雲場的職年信長 第二個其實我自己 都不太認識 因為我不是看他 我根本不太認識 一個叫瑜一的角色 但是如果以積田信長的角色 雖然我們現在播放三集 但我們看了兩集 積田信長這個角色 是我在近年 有積田信長這個動畫裡 是我最討喜的一個角色 不是說一些會搞爛的積田信長 是說天下暴霧 那種思維的信長 它是我近年最喜歡的一個信長 說思維的確是 尤其深刻他第二集說 就是糧食和尊嚴那些東西 因為奪取一個國家 就是要令到他糧食和尊嚴 兩東西都沒有了 才可以令到國家死亡 而這裏我覺得有個有趣 就是你不同 好像叫做什麼 他這裏其實 我和尤馬都會說 他是不是很face 那種好像召喚 但他沒有一種的感覺 因為你face那種是什麼 英靈知道 因為聖杯內建 就給了知識 他知道自己掛了路塵 是怎樣掛 那些東西 深刻他知道 但這裏就是什麼 他們作為一個未知 即一個不知道不知道 突然之間進入了這個異世界 然後再考慮 同一個地區來的人的時候 其實第一集裡面那種衝擊 原來過了這麼多年 我做的事 對信長來說 他做的事 可能是歷史上的一個轉捏點 但對他自己的目標來說 已經沒有意義 因為散了 其實他的天下暴霧精神 已經在不夠十幾年之間 灰飛燕滅了 我想這個故事的陽光味 也有這個位置 就是流露的一些 可能就算有氣概的男人 為什麼說天下暴霧 但其實真正關注 可能是身邊最重要的人 即信長 他那種狂傲 但其實對他來說 就是 但現在第二集 他都說 他放得低這件事 他就說 那也沒有了 其實現在 我都輸了 但他也會有那種 大起大跌的那種 就說 蛤? 他就說 光收了光收了 然後其實 這個故事 他一直在描繪 在兩集中描繪 這三個角色 其實作為一個 在戰亂時代 本的 歷史人物 他們其實對戰爭那種 敏感 和那種思維 而我覺得他不失那種 就是 灰鞋位 其實就好像 當他們知道 就是這個 精靈村被襲擊的時候 其實就是什麼呢 然後衝出來 那一刻 再說 30歲 他就說 我怕跑來玩 我50歲了 我也覺得 這個故事裡面 雖然我看 我自己對歷史的認識很少 尤其日本人 幾乎是零認識的 我覺得本來看起來也沒有問題 唯一比較辛苦 就是第一集最後 那些講歷史的 一些灰鞋位 其實那些 我感覺到那些 故事的來龍去脈 如果你對歷史也對認識 應該會覺得更有趣 是有趣的 那我就有點 解決不到有趣的地方 我又覺得 沒有叫有趣 因為 其實你玩得這些人物 那些人物在例外也會被人擺出來 其實你見過很多次 你不會覺得特別好笑 應該是他這次除了信長 另外那兩個 我相信你不是太熟日本史的 未必那麼容易 在眾多的作品 聽過他們兩個的名字 不是不是 我是說信長問他死了之後 那些人 那幾個人 其實全部都是大人物 如果你說比較冷門 就是信長問他的兒子 那些會比較少作品店 而且他不一定是日本史 那些人在第二集 開頭兩個老伯打架 可能是世界史 歐洲或日本 有西方的 即是你要認識很多 但實際上不會認識太多 那不認識就可能再看看 而你說在第一集 很簡單的主線 就是他們這一群漂流者 在這個世界裡 究竟開始他們的故事 即是重新開始他們的故事 即是他們已經有我們認知的 他們做了一些風功偉業 然後來到這個異世界之後 就是他們憑著他們的實力 他們的智謀 他們的力量 究竟可以做些什麼 那第二集就已經顯現了 那些三個人 究竟是可以做到些什麼 那瓶狗就作為一個武將 其實他是一個 他不屬巨人 出來打他 他不屬於很智謀 或者是將領形的角色 他是一個武將 他身為一個武將 而信長那位信長 就很明顯作為一個 大公 或者幕後去操縱一切的東西 也是他 他一開始說 他推阿瓶狗出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當然是站在後面 這個故事 他中間裡面的那種 就是把一些殘酷的東西 去做一些包裝 一理念了這些東西 就是很邪惡的 就是這樣 那當然是 還有議員不通 沒有得說和 沒有得溝通交流 大家都不懂得說話 最直接的就是 瓶狗的角色 那種 他那種 異分法 其實他那種 就是 非有即敵 湯 其實你想想 配合他這種 粗豪的畫風 代入 他那種 語言的 格格 那種 然後在這種環境 他第二集做到的 就是什麼 其實回到很原始 的人性 就是你為了那種生存 打他 殺他 你不知道我說什麼 你明白的 正如信長所說 就是當你見到他不停敲 他的頭把刀拿到面前 你明白到 你必須是你去搜刃那個人 即是原始 他這裏 語一就是屬於 就是輔助 在這裏裏面 但信長和尊狗的角色 其實是 封狗的角色 其實是很清晰的 信長就是做一種 就是逼使你去做選擇 因為他放火 燒這個糧食 這件事就是 要逼這幫人做選擇 但是他也說了 OK 沒有食物有尊嚴 還有有食物沒有尊嚴 如果兩件事都沒有了 那你還怕什麼 都死定了 你也看到的 其實 封狗為何說武將 他想到我要擊退眼前敵人 就行了 但信長想得那麼遠 擊退眼前敵人 我們應該怎樣做 首先我們這個國家 佔領他領地 控制他人民 如果想到很多暴力 已經是 兩個想法不同的方法 做的方法都不同 而應該這樣說 就是信長的那些手法 老實說 那些真是黑暗兵法 所以他為何身處於幕後 他需要一個很有魅力 他不一定是領袖民主 他也帶動到人心的人 而尊狗在這場截中 就是他 請了兩兄弟先 然後再來到這條村 再去協助 幾乎殺盡 這隊領主的小隊 然後最終 就是把這把刀 最後殺這個人的權利 給這群人 說你們應該要自救 其實我不是來救你們 其實我不是來救你們 我是來幫你們 你們都要自己站起來 信長是幕後操控了這件事 令到你們迫使他們 推你一把 因為他對他們的思維 跟之前信長說 你們現在什麼都沒有 你們怕什麼 你們現在 如果你們還有田 還有什麼 我沒有的 我們全部推給漂流長 我哪有自己堆壞了 你關我的鬼事 所以最後一個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一來 在原始的 戰役上的生存戰 還有人的性格 在行動方面 在行動方面 縱使這兩集的時間 但是你已經看到 他們的行事 而這裏其實有一個 他叫做什麼 他喚醒了那群人 我當妖精也叫做人 作為人應有的 你們不是豬 不是狗 不是什麼 你們是沒有義務地 被人奴役的 你們應該要站起來 配合了剛才 像矮炎所說的 風狗那種 說話那種語氣 那種語調 和行事方式 更加去突出了這件事 簡單來說 他令你做不到一件事 就是好死 不如歹活 因為你歹活的條件 你糧死已經沒有了 即是他把日本的那種 完全是沒有士道精神 事死如歸 這種事死如歸 是他們什麼 那種的思維 就推了下來 沒有士道應該是死的 應該是想的 尊嚴地死 因為他們那些 因為殺魔 或者正確地說 殺魔島津那邊 他們做的就是 釣野服 要前面有一群死事 然後後面在開炮 所以前面那群真是死事 真是死事 真是死事 真是那種 為一件事而去死的話 沒所謂的 來吧 兩主公先走 然後就是一群死事 主公 先走 我電後 他們是真死事電後隊 而最重要就是 兩集裏面 尊嚇一直都是 尤其是他由負傷到起身 不理他自己的傷勢 對他來說 他那種 他有些不正常的 你見到就是 這傢伙休息一晚 你不要理 是否離了二世間 有什麼生命 他沒有說過 但這傢伙真的 看見有轉真之後 就說 嘩 來吧 我來吧 朱棍 也是那個作者 所以我說 這套作品 我自己有看 我有追求原作的 其實是在原作裏面 不停都是把這件事 演繹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以及怎樣去號召 用封狗這個角色 怎樣號召 和信長這個角色 去怎樣去策劃這件事 這兩傢伙其實 基本上對我來說是雙主角 反而語一反而是 單步很訓練 但這兩個角色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已經是跨越了 跨越了 例如Cossova 聯手 去帶動一些東西 但之後那些 我就不劇 但我覺得值得大家去 觀賞一下這套 因為兩集老實說 我是看兩集 應該覺得 他已經出來了 其實這些東西 第一集可能未到這麼明顯說什麼 但第二集已經把整個故事 想做什麼 我們會希望看到什麼 像之後報局說廢棄者和漂流者的大戰 已經是演繹出來 我覺得在近年 至於用動畫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是吸引的 多推介大家去看兩集 老實說 應該會吸引到不少聽眾 我覺得這套作品是好的作品 好了 我們這套介紹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 我們去下一套